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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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嘛 该做就做 为所当为 做的不好就再改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这个事情给各位报告呢 因为莫苏心中最大的秘密就是 最重要的心法就是 所有的秘密一定会被发现 所以有一天大家都没有秘密了 这就是最安全的状况 也就变成了最大的秘密 OK 这个公署来告 那我又不是公署 公署好像都是他们家的 那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上网网军 今天早上忽然这个梦醒十分啊 想到答案了 第一个我可以去监察院告 监察院是五权宪法里面 所特色的一个机关 在全世界可能是最后的独创 考试跟监察 监察是监督官方跟官征跟官员的 所以有些政务官他或者是事务官他当大了 他加上有很多精通他这方面的法律 所以刺他们不容易 但是如果却有施政老百姓又告不到的话 就是监察院是很重要的 而且最近监察院又有一个重大的人事安排 就是陈菊女士要去当院长 她本身争议什么不谈 但是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困难点 就是一个机会点 她进去了以后 那国家的未来五权呢 就只剩下考试院 考试院会怎么样 我不做预设立场 因为我们没办法谈设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陈菊女士本身那么多的案子 这么多的弊案在身 这绝对没有正当性 莫书号召二十万人 我们一起上街头 不叫上街头了 我们去祥和绕院 从那天早上八点钟开始 就是不让她进去 但是如果只有莫书一个 那挡不住 那就摸摸鼻子去 那四十五者为俊杰 但是如果有两三百位的话 就有一点阵仗 如果有两三千位的话 那这个警察也就很难处理了 我们基本上不是要冲撞法律 或者是这个 因为跟执行勤务的警员 没什么关系 但是两三万位的话 这个情况就会怎么样 就不晓得 因为她没有正当性 大家愿意出来 就是出现她没有正当性 如果各位愿意接受 那就接受 这个结果必须接受 莫书一个人 能跳到哪去 能蹦得多高 你拿到我会 插出来讲一个话题 有人在YouTube上 这个对于莫书的 这个有一点形容跟看法 基本上还算正面 但是自己事情自己知道 这个年老色衰 人老朱黄 这个法昌齿落 誓茫茫 心律不整 还有这个部分的这个 持续性的下垂 所以说以后啊 你翻译色见莫书 是人心邪道 万法皆空 万法违心道 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 就会看到莫书是什么样 莫书只是一个普通人 OK 回过头来 她的不正当性 我们去凸显 还有一位呢 丁允公 丁允公 曾经是高雄市 城局市长之内的 新闻局长吧 还是新闻处处长 不太确定这个直显 但应该是错不了的 这个人烧国旗 烧国旗为不违法 有没有五入公署 到两个地方告他 先到监察院告 监察院是这个机关 所以跟城局女士的案子 可合而而一 也可以分 没关系 可能该做就做 第二个事情 我突然想到 我就去这个国安会嘛 不是说莫书 已经在国安会 有黑名单了嘛 那莫书就单刀附会 送上澄清书 要求法办丁允公 因为他燃烧我们的国旗 国旗就是国家的象征 那国家安全会 不管委员会或什么会 那这个等于就他们被烧了 那怎么可以呢 所以一定要把丁允公设置查办 大家可以当笑话看 也可以当个事件看 也可以认真来看 请问近三十年来 中国国民党的奋斗 有没有把任何一位 民进党的官员干下来 除了现在一路上激发了民怨 很多未来发生 但是这三十年来的奋斗 如果不是激到这个民怨 有没有把任何一位 民进党的这个人士干下来 他们都会互相救 这次救也让你救 莫书还是要搞 我就到国安会去搞 我看你国安会怎么处理 没关系 你如果不处理 认为烧国旗没事 我就烧一个别国国旗 烧给你看 你烧中华民国国旗是文创 我烧别国国旗就是文创 刚好他最近搞了老子的钓鱼台 搞了砸家的钓鱼台 那我就去烧他的旗 就在他们的法卡台湾交流协会 就到他门口去烧 大家还是不来资源 莫书就一个人 那也烧不起来 摸摸鼻子就走人 来了二三十位 有一点场合 来两三百位 那道路就有点阻塞了 到了两三千位 这个媒体应该就要出现了 到了两三万位 那这个事情 国际上应该就有知名度了 来不来 莫书只负责邀请 那我又不发钱 我又没办法请走路工 对不对 那自己的情况都很糗 那怎么还有办法 发钱去照顾大家 但是我有心 没有钱人做没钱的事 但是我们人穷 字不短 人穷字不穷 张伟杰快乐 未来的事 未来路 给各位报告一下 有一个叫天地正气群 最近发展得非常棒 远远超乎莫书的能力跟 估计跟 规格跟功能 所以欢迎各位来加入 这个 已经超过我的思维跟视野了 所以当然要把它交出去 要让给 请更有能力更有心的人 来支持跟主导 但是莫书在天地正气群的 这个创会元老的身份 绝不改变 我们一起为中华民国加油 大家都以为这个恶党很可怕 你们被糊弄了 我们被糊弄了 简单讲 这个党放到中华民国以外地区 算不算个事 如果跟川普的连任 或者跟日本首相 他本身的危机困境来说 会牺牲谁 我们如果从外面攻 是很坚强的堡垒 会互相救 但是当他里面的人一旦出来 自首从宽 坦白从宽 我们的语情语论够的时候 一夜之间就会垮台的 各位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莫书出来就是为这几个字 国子人之积人的心之气 凡有顺乎天理 英国人心为时代潮流的所缺 而为知识人人所决之行之者 段无不可乘之理 各位 中华民国粉 中华民国派 或曾经是韩粉 曾经是这个失落 也想带助奋起 OK啊 因为这个事情做好了 受用的是全中华民国啊 大家都好啊 那韩先生有这个格局跟单张 也有这个使命要来领导中华民国 我们根本是结合的 还需要另外去结合吗 我们本来就是一致的 有什么 我很奇怪 很多韩粉在想什么 都不支持莫书 总统是韩先生呢 把弊端这个舞弊弄清楚了 不是他去就位吗 对不对 今天真的是 就是莫书进了总统府 到总统的房间一坐 如果老习打电话来 我还不晓得要跟他讲什么呢 或老川打电话来 对不对 那我跟他说什么 那个什么安倍首相 安倍首相打电话来 我们谈什么呢 对不对 只有老韩是那个位置 韩粉们转一转 想开一点 莫书不是在帮老韩 但是成就的绝对是老韩 真正最大受益的是全中华民国 这事情很清楚啊 我们一起来 莫书号召二十万 光是韩粉就够了 不 不要韩粉 我们只要中华民国粉 现在韩粉已经不晓得未来的发展 我尊重 有什么想法我尊重 我只要求中华民国粉 百二十万 监察院院长就职 就任的那一天 我们从早上八点钟 开始跟他站 跟他号 就不让他主席就位 不让他就正位 因为根本就不正 民不正的言不顺 言不顺的事不逞 我们一起来 把这个 把这个 恶党的恶势给他挡下来 我们一起加油 中华民国国力昌盟 中小一顺 多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鸟